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1月9日 木尔本发生一起 石刀恐怖分子袭击事件 一名无家可归者 另有手推车涌斗恐怖分子 协助警察将其制服 罗杰茨因此是一举成名 获得了推车哥的称号 并被大家称为英雄 推车哥无家可归的情况被曝光后 网上发起了一场筹款活动 并且已筹集了超过15.5万美元 约108万元人民币 但11月28日 在距离恐怖袭击事件不到三周的时间 这位推车哥就被指控在保时期间入室盗窃 并因此被捕 据称 罗杰茨被控入室盗窃苹果笔记本电脑 耳机 充电器 背包 运动鞋和棒球 早些时候 罗杰茨被指控从一栋公寓大楼 钱偷了一辆价值2000美元 约1.4万元人民币的运动自行车 以及从一家市中兴咖啡馆的收银来 盗窃了500美元约3500元人民币 而这些罪行发生在11月8日 也就是墨尔本遭遇持刀恐怖分子袭击的前一天 保时后 罗杰茨告诉地方法官 在第二次庭审前 他将尽最大努力 遵守严格的条件 并在法庭外告诉记者 他已经戒毒仕途 让生活回到正轨 然而 罗杰茨最近的一次罪行 却发生在出庭后的第二天 并且再次被捕12月27日 罗杰茨将再次出庭 但出庭的时间很短相关事宜 延期至1月31日的进一步听证会